嗨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這個影片呢是要分享給大家看我平常化妝的過程 因為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個影片要拍也是要畫一下 所以就想說乾脆把這個部分也把它錄下來 我平常都會戴眼鏡因為化妝的時候不能戴眼鏡 我眼鏡已經先戴好了 因為反正我開錄以後再去戴中間那個燈的時間也是把它剪掉 那我就先把它戴著 我現在要先把瀏海放上去 因為會擋住 底妝的部分我通常是用Make Up For Ever的 好這個沒有對焦沒辦法 因為我的相機沒有自動對焦 這樣子應該可以看到 Ultra HD或者是水粉霜 我平常黑眼鏡很重 眼袋也很明顯就這兩條黑色了 不過我有朋友說這其實不是眼袋 是臥蟬 是嗎?眼睛瞇起來的時候可以感覺到確實有一條啦 不過我覺得還不到臥蟬的程度 應該還是眼袋吧就這個地方 所以這裡要把它遮瑕把它遮起來 我最近再用的是這兩個 Dial的 射瑕 這個黃色的是拿來遮一半的黑眼圈的 因為它這個是用對比色的概念去讓原本的顏色變得比較不明顯 說是黑眼圈不過 黑眼圈大部分是紫色的 因為有點像烏青的那種感覺 所以紫色的對比色就是黃色 用黃色來遮紫色的黑眼圈 這種紅色其實也可以拿來遮 紅色的對比色是黃加藍嘛 就是綠色 所以那種青綠的黑眼圈怎麼講呢 我也不知道什麼樣的黑眼圈會是青綠的 反正就是都像黑眼圈的東西 這種黃色的跟紅色都可以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用紅色的啦 比較淺的地方我也用黃色的 在眼下畫亮 差不多這樣子 那當然不能遮起來這樣上上去後就算了 因為它會很明顯的就是 有個黃色跟一條紅色的東西在那邊 所以我會再另外用粉餅刷袋上面 把它蓋住 不是把它刷掉是把它蓋著 就是用比較接近膚色的顏色把它蓋著 看得出來差別嗎 這是已經蓋好了 那這是還沒有的 應該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黃色的那一條啦 底妝的部分我平常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上完底妝之後呢 通常我會先畫眼影 我最近比較喜歡用的是這一個 Jill Stuart某一年的限定色的樣子 送我一年就是因為它已經很久以前賣的 不過感覺沒有變質 所以我就 最近又把它拿出來用了 因為它比較亮晶晶 還是看不到 算了我不會再把它拿起來看 我最近都是先用白色先上在 上眼鏡眼頭的地方跟下眼鏡 因為既然有人說這條是臥殘的話 那我就把下面這條打亮 讓它更明顯一點 然後淺的這個粉紅色 接著這個淺粉紅 我會把它上在上眼鏡的眼摺下面這裡 那比較深的這個粉紅色 粉紅色吧 就是從眼摺上面畫到眼尾 然後給它拉長 這個粉紅色 兩種粉紅色的位置對調 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不過我最近就是把深色的畫在上面 然後一樣就是比較深的這個粉紅色 我會把它畫在下眼鏡眼尾的地方 然後算是一個 小技巧吧 日系裝的畫法 如果有些人真的黑眼圈啊 比較明顯 像我現在這樣子明明 底妝跟遮瑕都已經上去 其實這個角度還是看得出來 這裡有黑眼圈 對不對 可以再用 紅色的曬紅或者是眼影 把它整個畫在眼袋的地方 我最近用的是 這種 暗紅色 這一個 而不是鮮紅色 以前會用鮮紅色啦 看 想要怎麼搭配吧 那因為這個比較暗嘛 相對於我剛才已經在 下眼鏡 打亮了白色 這兩個顏色的色彩會更明顯 加上面的這個假臥鏟 就會看起來更像真的 如果想要讓這個 臥鏟的地方更明顯的話 可以在這個地方 就是分界線的地方 用比較深的 給它畫一條 讓它有假陰影的感覺 眼線有時候我也用這種 眼線仪的來畫 不過反正我今天也沒有要 有多 銳利的眼線 而且 因為你的流汗的關係 反正比較容易 整塊的剝落 所以我 通常就用這種普通的眼線 別來畫就好 眼尾的部分我就不上癢了 就直接整條直接畫下來 但是我的畫多出來一點 因為我等一下這裡 下眼鏡的後面這一段 也要把它 用咖啡色把它填滿 上眼線就這樣 下面這裡 我就用比較深的咖啡色 畫後半部的地方就好 下眼線也不畫 眼頭也不開 然後 雖然我剛才這裡 上眼線有 用兩個顏色 在眼摺線的地方 有時候 會因為這樣子 就是這個蒜眼皮 對這條線 就會自然而然的跑出來 可是那部分 我會讓它更明顯 我就會再連用 咖啡色 畫在眼摺線的地方 那我只是要 讓它有一個 陰影的感覺而已 所以我不是用 那比較明顯的黑色 是用咖啡色 大概這樣 最後就是 貼假睫毛 我現在用的都是 Dolly Wink的 應該是1號吧 我已經忘記打號碼了 因為它 2號的眼尾加強寬 稍微自然一點 如果是以前 我會貼下睫毛的時候 我就會用2號 這樣看起來這個眼睛會比較大 看起來大很多 不過現在我都用1號 有 睫毛的感覺就好了 不過我還是會把兩副疊在一起 來貼啦 會稍微濃一點 那我貼的時候都會用 夾子來輔助 我還是有用的 打開 我還是用的 知道嗎 發色揮成 很記憶 我還是用的 打開 對 我還是用了 我還是用的 然後 打開 打開 我還是用的 打開 打開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手瀏海撥上去撥太久了 它就會比較翹 所以可能要再稍微壓一下把它壓回來 大概就這樣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想我的影片可以下面點個喜歡 或者是幫我分享 還有記得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才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發的新影片 這個禮拜訂閱的人數越來越多了 我在想是不是也要來做一個 YouTuber都會做的Q&A單元 所以我決定呢 等到我的訂閱人數到達5000人以後呢 我就會來做Q&A了 要5000 所以請大家繼續努力 好像只有我要努力而已 加油小方加油按訂閱到達5000人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 AQ&A